這區是我們的橘齒修務區 它是屬於東方市的橘齒修務 也是以前我們說的包茴雅 這一些都是我們副會長還有會員的作品 那其中我們特別邀請到 工藝師崇文斌老師的兩件作品來這裡展示 再來這一部分很特別是 因為我利用右上材料 給它做一些歐式的修復 跟我剛剛說的東方式的修復 它是非常的不一樣的 我的作品是屬於磁雕 因為我還蠻喜歡磁雕的 這一區是很特別的柏胎池 它柏爐蛋殼禪 尤其是它這杯子非常非常的薄 市面上應該是很難看得到 所以請各位務必有空一定要特別欣賞這柏爐蛋殼的柏胎池杯 這一邊也是我多研畫的色列 有磁雕有右上材繪有右下材繪 還有我學生很特別的珠光油料 這也是市面上比較難看得到的 這一區是簡泰蘭法郎恰斯 這一幅是一位萬佩仙老師的作品 那旁邊都是他我們協位會員的研習課課程的作品 那這一個我還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是一位劉謙俊書法家老師的作品 他書法寫得很好 所以特別把這個書法字寫在磁器上 再來這邊是屬於磁雕科 學生特別跟崇雲斌老師學的 再來這邊都是會員學生的作品 他們都是屬於右上磁器材繪 但是這兩個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是學生跟崇雲燕老師 也就是水潘流老師特別學的 捏磁 這一邊這位學生也是很多演化 他既有右上材又有右下材 又有磁雕又有九谷燒 所以是很多演化的 那這一部分是我的作品 我右上材的作品 其中這一個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是一位老太太他93歲了 還是很知之不見的要跟我學習 用上磁器材味 真的是這一份精神很難得 再來這一部分都是學生他們的作品 這一位學生他專攻人臉 所以這一部分全部展現出來 就是人臉的展示 那這一部分是多位學生他們集合在一起 很熱鬧 所以我們把他命名為很熱鬧的花園 你們是很多演化 多演多彩多姿的作品 這一區我們特別規劃 他是屬於咖啡杯區 也可以說是我們上下午茶 很需要的咖啡杯都會使用到他 所以是我們把那個生活 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既可藝術化也可生活化 所以是很美的一件事 拿著自己的咖啡杯 慢慢欣賞是蠻美的一件事 再來這一區呢 也是右上材的區 那其中這幾個杯子 要特別介紹一下 他是金木水火圖 他用五形的元素在採味 還有這一些牡丹花 這一區呢 全部都是右下材區 那右下材區呢 我們還有特別一區 就是比較值得介紹 就是古代的青花池 這一幾件作品 就是屬於青花池代表作 這邊也都是屬於右下材 右下材繪 那各位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右下材繪跟右上材繪 其實右下材繪跟右上材繪 它的最大區域性是 區別性是 右下材繪它是高溫搖燒 一次性會完成了作品 那右上材繪呢 它是低溫搖燒 800度搖燒而成 可是呢 它是多次性會 多次性搖燒 所以它是由淺而生 慢慢入色 慢慢搖燒 所以它的那個顏色方位 會比較輕柔淡雅 比較有層次感 那右下材繪 因為它是一次性會 所以顏色方面會比較鮮豔 再來這一區代表介紹一下 是我們的會員 也就是鄧雅三老師 他是專攻右下材的彩繪 這一區全部都是他的作品 目前他也有在教學當中 如果各位來欣賞我們的右下材繪區 有興趣學右下材或者右上材的話 歡迎你們來大陸文化中心的 研習課程報名 下個月 七月份就開始報名了 那鄧雅三老師也隨時翻譯 你們去他的工作室 跟他學右下材 協會這次在成列式二的展出內容 有舉池修復 還有右上材、右下材 還有景泰蘭、法郎、掐絲、磁雕 更難得是我們有 柏胎磁、柏爐、蛋殼餐藝的柏胎杯展覽 那這一次的展覽就是在台中市 大陸文化中心成列式二之一、二之二、二之三 陶藝界的人士如果對陶藝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們播個控 特別來大陸文化中心成列式二 欣賞參觀 給協會的貴員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我們展出的重點是以舉池修復為主 那這次的修復有一個很特別的作品 就是這個是我的磁雕作品 在磁雕當中 它不小心就是毀損了 可是我還是秉著 可以繼續把它畫完為原則 所以我就慢慢刻完 就以表控方式把它修復完整 我們這次的展期是6月1號到6月19號 所以各位愛好陶藝創作的朋友 請你們特別播個控 來看這一次我們協會的會員連展 它是很多言話 多美才的展出 MING PAO TOLOGO MING PAO TOLOGO MING PAO TOLOGO